甘辣油段在家里宰羊做 外酥里嫩跟饭店做的一样好吃的 第一步必须选择猪的前腿肉 肥瘦相剪吃的更小 咱们先把猪肉给它切成小块 第二步咱们给肉腌制一下 加少许的精盐胡椒粉 两小勺料酒去醒 再加一小勺生抽 再加少许的鸡精 芝麻紫然辣椒面 咱们多放点肥肠提味 把肉抓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让它更好的入味 随后打一个鸡蛋给它抓拌均匀 这样口感非常嫩 要想这个肉段更加的酥脆 咱们要用玉米淀粉 加少量的清水 然后咱们给它稀释开 尽量把这个糊抓的干一点 这样在炸的时候它不容易掉糊 然后加半勺油给它封住水分 加油呢在炸的时候它不容易粘连 第三步就是起锅烧油 这个油稳呢 咱们一定要达到六成只 这个时候把肉段给它抓一抓 然后一块一块的下锅炸 咱们再加做过油菜 千万记住一点 不要一次性下的太多了 要不然特别容易粘连 第一锅给它炸着定型 然后咱们给它捞出去 再下第二锅 这样分屁碗锅里下 它就不容易粘连 等油段全部炸完 把之前炸好的油段一起给它回油 第一遍全程开中火去炸 适当的用勺子给它敲一敲 防止它粘连 把油段炸熟炸至金黄酥脆 然后咱们给它捞出去 再次回省 油段给它炸第二遍 这是外酥里嫩的关键 第二遍给它闯砸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看看这香辣酥脆的干啥油段 有没有死约 告诉我你能喝几瓶 能不能把皮鞋给你喝丢了